我那時候其實完全沒有心要去得這個獎 就剛好那個朋友幫我投了這樣子 然後唱片公司弄好投完 我就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那還是那時候朋友打來 欸你入圍耶 然後我當下那時候我在整一個房子 然後全程都是汗穿一條內褲 要搬東西 然後三小啦 入圍 喔 回來回來 然後掛掉 然後繼續搬 放完放下來 然後我才 欸我剛剛今天講入圍喔 就就就就還才意識到說 欸 原來農村穆莊青年也會入圍喔 現在是怎樣 有嚇到啦 有嚇到啦 對啊 然後後來 才知道得獎那一生 我也嚇一跳 因為那時候我們人在廣州 對就是 其實我們前 我大概前兩個月我就知道我在廣州 我在廣州有得一個獎 對那時候在喬什麼時間去廣州領獎 他們那個 頒獎典禮在喬時間 剛好喬到12月6號 然後挫賽或是菁英獎 頒獎典禮 然後我就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式 就是我們團去廣州 然後我們那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他就幫我去 去參加這個等於這樣子 然後我們一開始完全都 我當時都覺得說 反正只是派個人去吃吃那邊的飯而已 那個 頒獎典禮前面有那個餐序 Pafé 反正我就說 你去吃Pafé也吃就好了 去裡面睡就好了 反正也不會鬆 然後當我廣州那邊的活動結束 已經晚上10點 然後就開 開網路 然後你知道在中國要翻牆嗎 所以你沒有辦法看臉書 一直翻 幹 不過啦 然後終於翻完 然後傳來第一個訊息 恭喜失去記憶的城市 我幹 對啊 我這樣嚇 就嚇到 可是我第一個想法 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 我馬上回他 我寫的感言 你有唸嗎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靠 那個感言是我想了兩天 然後我在飛機上寫的 我在別人把感言寫好 然後我在香港機場轉機的時候 寄回台灣 給他 我還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自己練習很多次 很重要 這每一句都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每一句都念出來 這樣子 對啊 雖然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有沒有人有聽到的 剛烏 沒有 還是他其實都沒有練 尷尬 他有把那個文藍PO在他的那個臉書 PO你知道我也會PO啊 對啊 我是很在意他一定要把那個感言念出來 這樣子 對啊 好啦 不知道啊 那就算了 就過了 因為我在意的都不是得獎 是要敲去上面念感言的東西 好 因為那個感言我其實是 主要是用失去記憶的 程式的那個角度去寫的 就我在談的是台灣這幾年來的一些土地徵收 肚羹啊 不是充化 或是核電啊 是各種議題 對 然後我那時候想了很久 怎樣把所有的議題串在一起 然後一間政權的去把政府打一巴掌 這樣子 然後就在想這件事情 不過我第一句話就是寫 農村莊青年能得獎的代表台灣政府的腐敗 對 那是我得獎的 我寫了第一句話 真的啊 不過說像我媽都跟我講說 你要感謝媽英雞 你知道嗎 滿久創造你的就業 對啊 對啊我媽都說你感謝媽英雞 就是因為這樣啊 你才有頭路沒有 然後這次不是國民黨敗選嗎 我跟我媽在前面很開 就是在電視前面很開 送啊送啊 然後我媽突然轉過來 我媽你頭路勒 我媽馬上轉過來 你頭路那怎樣 然後我就說 不趕快要轉身啊 你知道嗎 以前是美建物啊 然後現在我們開始在寫土地的美好 所以我們慢慢轉型了 好啦沒有啦 其實 明天黨也是一堆爛貨嘛 對啊 還是很多東西要 需要建立的事情 對啊 現在台北市更刺激了 慢慢等著看